欢迎来到声乐书轨 每天一本书 让我们一起成长 祝您本期听书愉快 收获满满 今天我要为您讲述的书叫 《我心归处是敦煌》 反景师自述 这是敦煌的女儿反景师 唯一的一本自传 由反景师口述 顾春芳撰写 主要讲述了反景师 25岁来到敦煌 从此扎根大漠 守护敦煌莫高窟 将近60年的人生故事 可以说反景师将他的一生 都献给了敦煌 不过我今天并不打算 从奉献的角度 来为你解读这本书 这是因为 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反景师的人生 有一个比奉献 更吸引我的主题词 那就是探寻 从这个角度 我们不妨这么说 反景师的人生 于外是一场探索 敦煌文物保护事业 发展之道的征途 于内则是一场 光乎个人身心安顿的 人生求索之旅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书中讲到 反景师和敦煌的结缘 起初来源于一种 美丽的幻想 他说 敦煌是我少年时代的 一个梦 我把它想得特别美妙 对于远离敦煌的人来说 敦煌是一个充满着诗意的符号 荒凉的戈壁 庄严的佛像 精美的壁画 神秘的传说 这些元素 共同构筑起了 反景师对敦煌最初的浪漫想象 然而 在后来扎根敦煌的日子里 反景师每天要面对的 却都是复杂且具体的现实 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 反景师需要直接面对 洞窟壁画终将消亡的仓库真相 与此同时 他还得直面地区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需求 他需要在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中间 找到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而作为一个有家人 有牵挂的个体 反景师也会面临 如你我一般的人生问题 择一世终一生 这是用今天的视角 来概括他过往的人生 但你也许不知道 这个选择并非出自他最初的设计 在过去长达一个甲子的时间里 反景师的内心 曾经历多次巨大的冲突和纠结 内心的呼唤 命运的安排 家人的期待 都在不同程度地拉扯着他的想法 也正是在一次次具体的抉择之后 反景师才最终走出了这样一条人生的道路 他说 此生命定 我就是墨高窟的守护人 虽然在这条路上 他几番犹豫 数次彷徨 但最终 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好 说了那么多 那接下来 我就分两个部分 来为你讲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 我将为你介绍 反景师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 来到了敦煌 在后来守护敦煌的过程中 他又遭遇了哪些棘手的问题 而他是如何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办法的 在这一部分 我还会为你简要介绍敦煌石窟的前世今生 在第二部分 我将带你走进反景师的内心世界 和你一起来看看 在人生这个课题上 反景师又是如何克服内心的迷惘和外在的压力 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心知所向 做出择一世 中一生的人生选择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 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 拨回到61年前 也就是1962年 这是一个对反景师来说 很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这一年 反景师第一次来到了敦煌 而且在这里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了传说中的 常书洪 段文杰等前辈 常书洪是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 他早年在法国留学 后来回国 投身敦煌的文物保护研究事业 被人们誉为敦煌守护神 段文杰呢 则是当时所里的一名骨干 他在后来成了常书洪的继任者 并且担任了敦煌研究院的院长 为什么要专门说这两位老先生呢 这是因为在几十年后 当段文杰院长准备退休的时候 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正是反景师 也就是说 他们三位正好是三代莫高窟守护人的杰出代表 不过 那个时候的反景师可没想那么多 当时的他只不过是所里的一名实习生 实习期结束后 他还得回北京 至于将来正式的工作会在哪 这些都还不好说 说到这里 我得给你具体说明一下 那会儿反景师的情况 当时 反景师在北京大学读书 学的是考古专业 这次来敦煌 只不过是刚好系里有一个实习的机会 于是 他就跟着老师同学 一块大老远的跑到敦煌来 毕竟考古嘛 来敦煌也算专业对口 敦煌这个地方 有那么多的石窟 特别是由我们都知道的墨高窟 正是一个很适合考古专业学生的实习基地 况且 反景师自己本身 对敦煌就十分向往 这一次去敦煌 他自称是了缺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听到这儿 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奇怪 就是那会儿 反景师明明还没去过敦煌 怎么就对这个地方产生了那么强烈的感情呢 在书里面 反景师自己就做了解释 他说 他上大学前 就在课本上了解了敦煌 了解了墨高窟 知道墨高窟是一座 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 那里有几万平方米的壁画 还有精美绝伦的彩素 是我国西北的一颗明珠 从那以后 他就对敦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敦煌的这些壁画和彩素 记录的正是敦煌这座城市 曾经的光辉历史 今天我们看敦煌 可能很难想象当年的盛况 摊开地图你会发现 敦煌地处中国的大西北 具体来讲 它位于甘肃省的最西面 再往西一步就到新疆了 这样一个位置 会让人感觉敦煌 像极了一位身居内陆的隐士 但显然产生这种感觉 是因为我们身处现代的世界 如果你把视角切换到古代 尤其是在那个海运 还没充分发展起来的年代 你就会发现 敦煌根本就不是什么身居内陆 相反 它更像今天的上海 是一个重要的口岸 是所谓的华融所交一都会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国际化大都市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从地图上看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的最西面 从敦煌往西 在古代就算进入西域了 再往西走 可以一直走到西亚和欧洲 如果中途拐个弯 则可以达到印度 从敦煌往东 则能到达长安 洛阳 再往东 还可以到达朝鲜和日本 所以你不难发现 敦煌刚好就位于 各路文明交流交汇的 这样一个路口 也正因如此 历史上很多文明 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印记 在如今的敦煌 你可以找到希腊文化 波斯文化 印度文化 中亚文化 和汉地文化等 不同文化留下的痕迹 比如说 光一个墨高窟的藏经洞 你就可以在里头发现 佛教 道教 摩尼教 拜火教 乃至基督教的文献 不过 如果说古代敦煌的关键词 是繁华与辉煌 那么近代 敦煌的关键词 则是遗忘与磨难 在晚清和民国时期 中华大地上战乱不止 当时的政府 无暇顾及敦煌古迹的保护 往往只能眼睁睁 看着敦煌的文物 被损毁破坏 或者流失海外 以至于到了后来 中国人要研究自家敦煌的文献 还得千里迢迢跑到人家国外去看 很多学者对此痛心不已 陈寅克就曾经说过 敦煌者 无国学术之伤心时也 因此 在当时很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下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于1944年成立 常书宏任首任所长 所立前期的主要工作 就是对敦煌文物 进行保护和研究 后来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改过几次名 比如说 反景师来所立实习的时候 研究所的名字 就改为了敦煌文物研究所 再到后来 又升格为敦煌研究院 前面我们提到 1962年的时候 反景师来敦煌 也只是来参加个实习 但等到1963年的时候 反景师大学毕业了 那会儿 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 而反景师被分配到的单位 正好是前一年 他去实习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就这样 反景师再次来到了敦煌 且这一次来 就直接在这里待了一辈子 反景师刚来的时候 敦煌面临的情形 是很严峻的 他回忆到 制杀和种树 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 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 他们需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保护石窟 免受封杀侵蚀 那会儿 对敦煌石窟的保护 叫做抢救性保护 也就是说 当时的敦煌石窟 就像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 如果不加以保护 他就会迅速走向消亡 除此之外 当时所里的条件 也是很艰苦的 反景师说 他刚到的时候 没电 没水 甚至没有楼梯 要上去洞窟里 只能用树枝 搭成一个简易的梯子 结果爬上去之后 往下一看 都不敢下去 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反景师跟着前辈们 踏踏实实地展开了 敦煌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工作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叫 简单相信 傻傻坚持 最终 他的表现 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可 开始主理一些所里的事务 并在1977年 担任了研究所的副所长 到了80年代 敦煌的文物保护工作 已经出现成效 按理说 最困难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 有一件事情 却让反景师感受到了 强烈的无力感 这件事就是 壁画终将消亡 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认知不一样 墨高窟的消失 是一件不可阻挡的事情 并不是说我们保护好了 就可以把墨高窟 永久地保存下来 敦煌墨高窟 他就像是一位 饱经风霜的老人 我们能够延缓他的衰老 却不能阻挡 他最后的消亡 反景师说 我们的保护 就是要与时间赛跑 这一点 他其实早就知晓 可是 当某一天 他看到了1908年 法国人在墨高窟拍下的照片时 两相对比之下 眼下墨高窟的退化情况 还是让他感到极为震惊 反景师说 壁画在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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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句话像魔咒一样 日日夜夜死死地缠着我 就是在梦里 我也会梦见墙体上的壁画 一块块的剥落 那一阵子 我走路 吃饭 睡觉 都放不下 要怎么留住这一切呢 反景师感到十分绝望 事情的转机 发生在1989年 那一年 反景师去北京出差 偶然间听说了一种 叫电脑的东西 在那个年代 电脑还很稀罕 大多数人都还没听说过 当时 反景师刚好在看别人 向他演示电脑的操作 他看着别人 在电脑上展示图片 就跟变戏法似的 这让他感到十分好奇 他问对方 那你关机之后 刚才显示的图片 不就没了吗 结果对方回答道 不会 因为转化成了数字图像 他就可以永久保存下去了 永久保存 这个短语 似乎让他想起了些什么 他马上追问道 那壁画 可不可以数字化保存 对方回答他说 没问题 对方这声坚定的没问题 让反景师感到十分兴奋 在书中 他回忆说 一个大胆的构想 渐渐明晰起来 要为敦煌石窟的 每一个洞窟 及其壁画和彩塑 建立数字档案 正是出于要永久保存 敦煌石窟这样一个愿望 再加上偶然间 了解了电脑技术这么一个契机 反景师果断启动了 将敦煌石窟数字化 这样的大工程 这个计划 在当下看来 似乎并不显得有什么新意 但你如果留意 反景师提出这个主意的年份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 你就会发现 这是多么有前瞻性的一项计划 有了数字敦煌 反景师想要永久保存敦煌石窟的梦想 也算是在数字的世界里实现了 不过 反景师所面临的挑战 却还没结束 在世纪之交 也就是反景师 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一直不久之后 一个新的趋势 让反景师感到寝食难安 这个趋势就是墨高窟游客数量 迅猛增长 那你说游客多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是游客会肆意破坏文物吗 倒还真不是 最主要的问题 还是我们前面说的 墨高窟太脆弱了 就连游客进入洞窟 所带来的温湿度变化 和二氧化碳浓度升高 都会加速洞窟的老化 更别说有的洞窟就六平方米 你说一下子挤进去一堆游客 岂不是也很容易 不小心对洞窟造成伤害 那你说能不能就不让游客看 把墨高窟好好保护起来呢 反景师说不行 他认为他和他的同事们身上 除了有洞窟保护的责任 同时也肩负着文化弘扬的使命 你都不让人看了 那还怎么弘扬 这是一个巨大的矛盾 就是要如何在保护和弘扬之间 做好平衡 怎么办呢 反景师带领着同事们反复讨论 最后他们想起 这不在做数字敦煌吗 那我们何不建一个 墨高窟数字展示中心 用高科技 给游客创造身临其境的虚拟效果 这样游客不就可以在洞窟之外 完成对洞窟的游览了吗 但到这儿 问题还没解决 你可能也能想到 尽管数字展示中心的体验会更好 但你作为一个千里迢迢来到敦煌的人 总归还是心痒痒 想去真实的洞窟里看一看的 不过反景师发现 数字展示中心还是有一个好处的 那就是能减少游客在洞窟停留的时间 也就是说 你在树展中心已经沉浸式体验了游玩洞窟的感觉了 到了真实的洞窟里 你停留的时间也会自然的缩短 这对保护墨高窟来讲可太重要了 除此之外 反景师他们还邀请了专业的团队来测量研究 每天多大的客流量可以做到既不破坏洞窟 又尽量保障更多的游客能够来游览 基于这项研究 最后他们确立起总量控制 网上预约 数字展示 实地抗窟的新方案 也就是通过网上预约的方式 来有效控制游客的数量 与此同时 通过数字展示和实地游览相结合的方式 最大限度地兼顾了游客的游览体验和洞窟的保护 所以说 咱现在到敦煌墨高窟去旅游 所感受到的这每一项安排 其实背后都经过了反景师和他的团队的精细考量 在2014年 墨高窟数展中心竣工验收 并正式向社会开放 不久之后 77岁的反景师 也从敦煌研究院院长的任上退了下来 不过 即便是退休了 反景师也仍然心系敦煌 他说 我现在还会经常去树展中心走一走 为的是听听游客真实的声音 可以说 反景师把他大半辈子的经历 全都倾注到了敦煌石窟的保护 研究 弘扬和管理工作中 他和敦煌研究院的前辈 同人们 正是这样一步一步从无到有 摸索出了现在这样一套成熟的敦煌 墨高窟的保护模式 书中说到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 历史是脆弱的 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 画在了墙上 历史又是坚强的 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 希望他永不磨灭 这句话 说的就是这些七十多年来都打不走的墨高窟人 到这儿 关于反景师的故事似乎就告一段落了 但且慢 就像我们开头所说 这本传记最动人的地方 除了反景师对保护墨高窟所做出的探索之外 还有反景师对他自己内心的探索 所谓我心归处是敦煌 其中的关键词 除了我和敦煌之外 还有一个 那就是心 我们前面着重了了反景师和敦煌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把关注点放在心这个主题上 来看看反景师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而他又是如何克服内心的迷惘和外在的压力 选择了守护敦煌这样一条道路的 今天我们去理解类似反景师这样的一些 为伟大事业奉献一生的人物 很容易就会把他们脸谱化 觉得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某种精神的感召 然后从一而终 不管多么艰苦都不会动摇 但在这本书里 反景师主动为我们读者 打破这种刻板音响 他说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 没有动摇过 那是假话 前面提到 反景师一开始去敦煌实习 是满怀期待的 这是因为他对敦煌 抱有浪漫的想象 然而 当他真正来到敦煌时 却傻眼了 在他的想象里 敦煌文物研究所 应该是个充满艺术气息的 很气派的地方 但他来了之后 发现当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各个面黄肌瘦 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工作服 跟他想象中的风度翩翩的艺术家形象 完全不是一回事 可以说 那次实习 让反景师的敦煌之梦碎了一半 为什么说是一半呢 那是因为 还有另外一半没有碎 这梅碎的另外一半 就是敦煌的艺术 他一直都被那些壁画和彩素 深深的吸引 所以 等到下一年被正式分配到敦煌时 反景师刚下车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跑去看壁画 不过 这么一对矛盾 可就此埋下了 一方面 敦煌的艺术瑰宝 深深的吸引了反景师 另一方面 敦煌当时的生活条件 用现在我们流行的话说 那就是非常劝退 年轻的反景师 就是在这么一对矛盾的拉扯之下 跌跌撞撞的探索着他人生的未来 除了生活条件本身的艰苦之外 反景师还需要承受这种 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落差 他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此前一直都生活在大城市里 小的时候是长在上海 后来又到北京求学 因此刚到敦煌时 他总是会不自觉的去对比当下和过往的生活 随后就感到十分失落 当他在敦煌啃着所谓老三片 也就是土豆片 萝卜片和白菜片的时候 他就非常想念北大的食堂 他说他会想起学校食堂的饭菜 有时想着想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当他在单位要自己发电 而且每天也只能用两三个小时的电时 他就会怀念在学校那会儿 晚上还能去自习室自习 在书里面 反景师还讲述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 当时他刚到敦煌不久 一天夜里起来上厕所 刚推开门 就看到外头有个黑乎乎的东西 眼睛里还泛着绿光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心想不会遇到狼了吧 于是那整个晚上 他一步都不敢踏出门外 他把门拴得紧紧的 当天的觉也没睡成 好不容易熬到天亮 结果开门一看 那叫一个哭笑不得 原来那个吓得他一整夜都不敢睡觉的 其实是一头驴 就这样 反景师度过了他在敦煌 最初的那一段时光 他回忆到 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 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 上海的家人 首都的景象 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 这种失落 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 为了抗拒这个深渊 我必须学会遗忘 为此 他把头发剪短 把姐姐给的小镜子藏了起来 通过这种刻意的遗忘 他也逐渐接受了眼下的生活 他说 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 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 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 习惯了半夜里老鼠吊在枕头上 然后爬起来胆胆土 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不过 这种心理落差 还只是反景师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坎 除此之外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彼时也在困扰着他 这个问题就是心灵上的漂泊无一 因为这个 他也有好几次想要离开敦煌 在最初的几年里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反景师就会感到孤独 窗外整天整天的刮风 窗外刮风屋内下沙 反景师感到好像整个世界都把他给忘了 有时候 望着黑曲曲的窗外 他就会自己一个人偷偷掉眼泪 这种感觉似乎不是时间可以抹平的 甚至反而会随着某些特殊时间节点的到来 而变得加厉 就比如说 在1968年初 反景师受到父亲病故的消息 当时反景师从上海 办完父亲的丧事 回到敦煌 看到这满眼黄沙 那种举目无亲 孤苦无一的感觉 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他说 每到心情烦闷的时候 我就一个人 向墨高窟九层楼的方向走去 在茫茫的戈壁上 在九层楼哭言的灵夺声中 远望三威山 天地间好像就我一个人 在周围没别人的时候 我可以哭 但哭过之后 他就释怀了 因为在这里 还有一样东西可以治愈他 那就是敦煌的石窟 反景师觉得 只要一走进石窟 他就能够丢掉一切烦恼 敦煌石窟里 大大小小的佛像 也给了反景师极大的安慰 每当心情极度崩溃的时候 他就会想起 洞窟里那尊禅定佛 以及他那平和安详的笑容 这也许就是艺术和文化的魅力 反景师说 他的笑容就是一种启示 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 未来根本不确定 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 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 如果懂得这一点 就不能也不再会失去什么了 因为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 面对无尽的黄沙 面对庄严的佛像 反景师想到了死亡 他说 死亡会使我们无可奈何的 告别生命中那些有价值的事物 使我们放下那些 饶有趣味和意义的事业 使我们再也没有机会重新来过 所有你所喜欢的 不喜欢的 留恋的或者厌弃的 全部都将离去 因此 当人直面死亡的时候 真正令人恐惧的 其实是不知新归何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反景师反复追问自己的内心 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 是留下还是离开敦煌 他欲追问自己的内心 答案就欲明朗 他说 经过了与墨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 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 这棵大树上的枝条 离开敦煌 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 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 我离不开敦煌 敦煌也需要我 最终 他做出了留在敦煌的选择 他说 这是他内心的意愿 也是他人生的必然 到这儿 可以说反景师已经确定了 自己的心之所属了 那按理说 这个时候 他应该可以义无反顾地 选择扎根敦煌了吧 然而 事实往往比理想更加复杂 此刻 在反景师选择扎根敦煌这条道路上 还存在着最后一道关卡 而且这是一道最难的关卡 反景师说 在某一刻 他甚至觉得自己会因此而离开敦煌 这道关卡 就是他的家人 当然 我这里说家人是关卡 意思可不是说 反景师的家人拦着不让他追求自己的事业 事实恰恰相反 反景师的家人 对他的选择抱以最大的理解 但是 既然是一家人 长久的两地分居 终究是个大问题 说到这儿 我就必须给你介绍一下 反景师的丈夫彭金章 在这本书里 反景师亲切地称呼彭金章为老彭 老彭是他大学的同班同学 也是学考古的 但是 毕业以后 老彭被分配到了武汉 反景师被分配到了敦煌 从此两人就开始了两地分居的生活 在武汉 老彭也有自己的事业 他是武汉大学考古专业的开创者 亲自带起了五大考古的一支师资队伍 1965年 老彭曾经专门跑了敦煌看反景师 这是他们两个人毕业之后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他俩还没结婚 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反景师回忆说 老彭来的那几天 他带老彭看了很多洞窟 还去爬了附近的明沙山 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 从考古到艺术 一直聊到深夜 但是反景师又说 那几天 他一边是极度的幸福 一边又是极度的茫然 他们两人好像有默契似的 都不敢轻易触碰 关于未来的话题 是啊 未来的日常是相隔万里 又如何能让人看得到感情的未来呢 但是 在临别的时候 老彭还是轻轻地说了一句 我等着你 然后上车离开 反景师再也忍不住眼泪了 在那个年代 男女之间谈恋爱 很少会将我爱你这样的话说出口 这句我等着你 就已经明明白白地表达了老彭的心意 反景师说 我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我就一直正正地看着汽车开走 前方是他的路 背后是我的路 但是我心里并没有因此而变得舒坦一些 好像有什么东西梗在我的喉咙口 这是我所期盼的 又是我所无法承受 无法给予回报的 再后来 他们在武汉结了婚 并且也有了孩子 但是每次相见都是短暂的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他们最主要的交流方式就是写信 老彭一边工作 也一边负责带孩子 但老彭有时得带学生出去考古 那就只能暂时把孩子交给同事照顾了 可以说 他们的小孩是吃着百家饭长大的 所以 反景师一直有一个遗憾 就是他没法拥有足够的时间和爱人待在一起 也没能陪着自己的孩子长大 到了1983年 反景师收到了大儿子给他写的一封信 信里说 妈妈 我们学校已考完试 放暑假了 我这次考得不好 英语开了红灯 我很惭愧 也很着急 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 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 这一走又是半年 妈妈 您哪时候才能掉来 您明年一定掉回来吧 妈妈 我想您啊 儿子的这封信 反映的正是他们当时全家人的愿望 分居太久了 咱们现在有足够发达的通讯工具 能够随时献上语音和视频 即使是这样 一家子天南海北分居十多年 大部分人还是很难接受的 何况四十年前的他们呢 这个时候 摆在反景师面前的 就是两个选项 一边是一生的置业 一边是一生的挚爱 他不得不在其中做选择 这真的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 那反景师最后 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答案是 这个问题最终被取消了 有人帮他解决了这个两难 1986年 老鹏放弃了自己在武汉大学的工作 带着两个孩子来敦煌和反景师团聚了 至此 反景师终于可以安下心来 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了 反景师说 他一辈子都很感激老鹏 他多次对别人说过 我们家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 如果当时老鹏坚持让他走 他可能就走了 他说 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放弃家庭 甚至离婚 我没有那么伟大 但是他 知道我离不开敦煌 他做出了让步 如果没有他的成全 就不会有后来的反景师 与此同时 反景师也觉得自己对不起老鹏 老鹏来敦煌 这就意味着老鹏放弃了自己 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 也放弃了自己热爱的商周考古事业 但幸运的是 老鹏来了敦煌之后 虽然没法做商周考古 但他很快发现了自己对佛教考古的兴趣 并且参与到敦煌北区洞窟的青旅发掘工作当中去 看到老鹏如此热爱自己的新工作 反景师的内心也感到高兴 他说 如果他的价值因为来到敦煌而得不到实现的话 我一辈子都会感到内疚 好在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事业 只是反景师还没陪够他的老鹏 老鹏就因病于2017年去世了 书中说 在伴完老鹏告别仪式的一个月后 反景师回到了敦煌 看到眼前的景象 他难过地说道 一切都是老样子 只是我的老鹏不在了 但是 在他往后的生活里 老鹏似乎又未曾离开 比如说 反景师每次出门 都会想着要轻点关门 因为他会觉得老鹏在里头休息 不能影响他 而到了除夕 反景师还会对着一张放大了的老鹏的照片 跟他说 老鹏 晚上咱俩一起看春晚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 反景师也特意提到了老鹏 他说 现在我时常觉得老鹏没有走 他还在我身旁 和我一起守护着墨高窟 他依然在支持我 给我力量 我们俩曾经的誓言是 相识魏明湖 相爱落家山 相守墨高窟 魏明湖说的是北大 那是他们相遇的地方 落家山说的是武大 那是他们结为终身伴侣的地方 而墨高窟 则是他们余生相伴的地方 序言的最后 反景师说 我们用爱和生命 践行了这样一个神圣的誓言 到这里 这本《我心归处是敦煌》 就为你解读完了 最后 我想再跟你分享两个小细节 第一个细节 在讲述老鹏去世的那一章节里 有这么一句话 反景师说 我想把老鹏带回敦煌荡权河边 不过后来 为了让儿子们能够方便去看爸爸 老鹏的骨灰 还是存放在了上海 只是为什么反景师 要把老鹏带去荡权河呢 原来 荡权河畔是墨高窟人的墓地 他就在墨高窟的不远处 敦煌守护神长叔红 就长眠于此 2011年 段文杰院长去世 随后也埋葬在了荡权河畔 这些墨高窟人的先辈们 不论他们来自何方 最后 他们都选择了将自己 永远留在了敦煌 这是第一个小细节 关于前辈 第二个小细节呢 则是关于来者 也就是新人 2020年 一则关于留守女孩 报考北大考古的新闻 火遍全网 引发热议 很多人都在讨论 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但很少人注意到 这位报考北大考古的女孩 他心目中的偶像 就是樊锦诗 女孩当时还给樊锦诗写了一封信 信里头 他是这么说的 樊先生选择了敦煌 选择了坚守 成为了敦煌的女儿 也找到了心灵的安顿 我希望能追随您的脚步 去选择北大考古 选择为考古献身 也希望找到心灵的归处 好 以上就是我想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不久 我去嘞 不是 我来说 你 这个胸借 我来说 不要